請教有報導說 致死率88%的馬寶病毒 在國外的發展狀況如何 請問臺灣需要擔心嗎 謝謝 好 我們請我們這個羅發猿人 對 這個馬寶病毒其實是大概以非洲發生為主 他跟伊波拉都是算同一個家族 都是屬於絲狀病毒 蠶絲或者絲線的這個絲 那他的症狀其實跟伊波拉也蠻像的 主要就是出血熱症狀 包括有發燒 可能一般發生的時候 會有頭痛 肌肉痠痛 這些類感冒的症狀 但是比較不會有明顯的 這種流鼻水 喉嚨痛等等這些情形 但是很快會演變到就是說 全身的一些黏膜或器官的出血 那這個致死率是算偏高 而且目前來講 就是說這個傳播力在當地也算是蠻強的 不過因為這個目前發生的地方是在 在這個非洲的這個西非的國家 所以他也是透過這個果服在傳播的 所以不管是在這個動物傳播到臺灣 或者是透過人坐飛機等等 帶進國內目前風險來講 在我們亞太地區都還算是偏低的 那後續需要觀察就是說 他在當地國以及在鄰近的國家 是不是有如之前伊波拉有在擴散的一個情形 不過像世界衛生組織跟當地國都已經介入處理 預期應該是會有一些處理的經驗可以控制住這個疫情的